Hello大家好,我是赵贤 又来到一个星期一次的网络投票箱 每星期带你看看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粉丝对每件事情是怎么样想的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看看第一则投票 第一个我们有的是 你给团结政府打多少分 大部分的民众,大部分的观众 都给了相当高的分数 有60%的给了80分以上 有93%给了60分及格线以上 也就是说大家都是愿意给团结政府 更多时间,更多机会去证明他们自己 留言区大部分的观众也会提到 关于对公务员改革的期待 希望像是医院,警察局,反贪会 或者是一些政府部门 他们的效率可以再提升多一些些 但坦白讲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涉及到人 涉及到人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这庞大的基层,庞大的公务员 是有一百多万人 若是10个人的团队可能要改变很容易 但涉及到一百多万人的时候 这就需要给团结政府一些时间去改变 然后大家看起来都愿意给他时间跟机会去证明自己 希望团结政府把握此机会 好好的做出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 交出更多亮眼的成绩 第二则投票我们有的是 有84%的民众认为 要让总检察长独立 这边我们稍稍的解释一下 这个是怎么运作的 有些人可能不了解 现在的总检察长有两个职责 第一个职责是作为政府的法律顾问 就是如果政府要立新法 比如说反跳槽法 他就可以给政府一些意见 要这个法律要怎么写 或者是有人要控告政府的时候 比如说他讲政府你歧视 政府非法关押 政府怎么样怎么样 那政府就是委派总检察长底下的人 去帮助政府打官司 他是作为政府的法律顾问 这是第一个职责 第二个职责就是检控官的角色 就是public prosecutor 就是把嫌犯控上法庭 不管是偷窃 抢劫 贩毒 把污染的东西倒进河流 污染河流 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是由检控官提控上庭 当这两个角色混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 就会发生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他偏袒执政党 就是当政敌发生一些小小事情的时候 他就拼命的去攻击 拼命的去提控 恶意的提控 打压政敌 而自己人发生事情的时候 好像纳吉贪腐 这个检控官却视而不见得好像没有事情发生 最好的例子就是刚才提的 纳吉时代 当时甚至为了要掩盖1MDB 他测换了这个总检察长 这是纳吉时代一个很好的铁证 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他会让到一些客观中立的一些案件 被蒙上了一些政治色彩 让人家不相信这个提控 不相信这个案件的最后的定案 比如说纳吉也是一个例子 阿莫扎西也是一个例子 就是他们还会去说 这个是一个总检察长的恶意提控 是Tommy Thomas针对他们 Tommy Thomas很糟糕之类的这样的言论 但其实他们可能都是犯下了这样滔天的罪行 都应该被定罪 但由于显控官不独立 就一些空间给他们去炒作 去胡闹 那如果他是中立的话 那就更加客观可信 那纳吉也没有什么话好说 他被定罪了 那就是因为他活该 他自己本身有问题 所以这两个原因都让我觉得 其实让他分离起来 是比较好的个行为 那不管是西蒙还是郭正 其实在他们的竞选宣言 都有提到想要把检控分离 所以这应该是能够相对顺利的去推行的 是让这个总检察长继续服务于政府 给予这个政府的法律建议 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检控官 检控官就换另外一个人来做 那个可能是对国会负责 这样的情况以下 那就会是比较一个理想制度比较好的情况 第三个投票我们有的是 慕牛丁女婿12亿贪污案 到底能不能整垮活蒙 有一半人54%觉得不能 有42%是觉得能 我觉得这个是相对公允的讲法 就是参办的确是一个长这个模样 就是中间选民可能会有所影响 本来他们是投国盟 是因为清廉的形象 那看到这个东西 他就会真正了解国盟的真面目 那可能就不投国盟了 另外一半人可能他本来就是死忠粉 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忠实的国盟粉丝 所以他们是完全不会受影响 他只会相信这是政治打压 那的确我觉得真实的面貌应该也是长这个模样的 而这种提控这种调查相对的伴随着一点点的风险 就是万一国盟掩盖的很好 他证据不确凿没有办法提控 或者是提控了法官决定不要让他定罪 那这样子情况的话就会导致的 是让国盟更加坐视他贪腐 没有贪腐他很清廉的这个形象 所以这些小小的风险 所以希望反贪会或是执法机构可以 周详的调查准备好 然后别让这个案件当中有任何瞎吃 程序上面的问题 让到国盟可以从中做更 从中说他是被政治提供 而不是真正有问题 这是希望反贪会 希望调查机构能够好好的办事 下一个我们有的是 安华起诉伊党霹雳主席诽谤 那伊党霹雳主席就有公开道歉和解 你觉得有60%的人是觉得不应该犯过他 这个其实是一个庭外和解 就是道歉这个部分 其实是安华律师和伊党霹雳主席 达成协议的一个部分 一般上会让庭外和解的原因 就是因为大概大家都知道 对方的底牌是什么 然后避免太多问题 太多夜长梦多 花费太多的法律资源 所以就选择和解 一方面可能是伊党知道 这场官司是他输定了 如果安华本身就没有讲过 要合法化同性恋这件事情 那他会输的几率很高 同时候安华知道 如果打官司就算赢 赔偿金额不会高 但会花很多时间 他不如就把他大部分的精力 花在治国上面 花在其他的官司上面 集中精力 而且我们也知道 安华其实是 钱不对他来讲 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真正重要的是他整个形象 真正重要的是 他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很好 那如果花太多时间 花在这边的话 人民不会因为他 诽谤官司赢了 然后就投票给他 可是人民会因为 他国家治理好不好 而选择投不投票给他 花更多时间跟精力 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也是一个名字的选择 那我觉得安华 大概也是做了这样的考量 所以最后选择庭外和解 让他道歉就了事 之后也可以用这个道歉 来炒作文章讲伊党是乱乱讲话的一群人 接下来我们有的是 团结政府在来临六周周选 将宣布他们不会竞争 你会觉得呢 有72%的人认为应该赞成 联手对抗国盟 有22%的人认为不赞成 让国阵西盟需要保持距离比较好 看起来就大部分觉得 大敌当前就应该联合 去抵抗外敌 就有点像是当年的这个 日本打入中国的时候 国民党跟共产党就说 我们就先隔下我们的争执 去面对这个日本敌人先 可能就有点像是长这个模样 都是觉得赞成 有一些人觉得要保持地狱里 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国阵有很多黑历史 走得太近 等下被拖下水就很麻烦了 我觉得这个心态 除了刚刚那个国共抗战这个部分 也跟这个2008年 我们自己本身的历史很像 就当时候公正党 行动党 伊斯兰党 他们是合作但不结盟 就是选前他们做了一些谈判 选区去分配好 到底谁打哪里 谁打哪里 但没有一个正式的注册 成为政治联盟 目的就是要板倒 长期一党独大的国阵 而现在也是长同样的模样 就是我们彼此 国阵跟西蒙 没有很大的信任 就好像当年的公正党 行动党 伊斯兰党 并没有很强烈的信任 但为了面对大敌 当年是国阵 现在是国盟 那他们选择联手 做一些谈判 然后去应对国盟 那这就是一个对象换了 但形式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作为选民 其实也没有必要太长情 就是现在有利益 我们就鼓励他们合作 没有利益了之后 分开我们觉得无所谓 我们要习惯 因为政党已经碎变化了 马来西亚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 就是政党碎变化 所以这是我们作为选民 需要习惯的一件事情 第二来我们有的是 阿兹敏宣布占别政坛 你觉得有55%的人认为 他在寻找机会 不可能就甘愿退出政坛 有42%的人是觉得 他已经事实物者为俊杰 他了解到自己没有什么作为了 就选择隐退 这是他明智的选择 我觉得整件事情归咎到最后 都是因为阿兹敏 还是一个比较单打独斗的一个姿态 他在这个国盟当中 并没有很强烈的支持者 内部竞争没有办法协调 他就被迫公开表态 然后换了一些喘息的机会 之前的国盟有公开说了 就是阿兹敏是一个雪州大成人选 如果他们赢了雪州 那阿兹敏就可以做回这个雪州州务大成 然后伊斯兰党马上出来打脸说 其实有很多候选人 有很多人可以做雪州州务大成 没有必要定在给这阿兹敏身上 很明显还就是不满 就是阿兹敏这个人 他可能不想要阿兹敏做雪州州务大成 搞不好也是因为阿兹敏 可能有一些把柄在别人手中 然后现在选票也分析已经出炉了 当时候他打这个Gombak 那Gombak可能他看到那个选举的选举结果过后 他也知道其实就算他打他可能赢也赢一点点 或者甚至输掉 他就觉得没有意思了 就选择去暂时就退出 凯里也需要引以为鉴 就是引这个事情来看这个事情来学一点东西 就政治上不管你有多好 你能力有多好 回归到最后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选民支持 第一个是这个政党基层支持 而在马来西亚因为政党跟人是绑定在一起的 甚至投党不投人是更加不便的一种情况 所以选民支持跟基层是基层更重要 那如果你在这个党里面本身是没有基层的 可能你短期内可以获得一点利益 跳过去他给你一点利益 短暂可能两年三年五年 下一届可能就没有了 那凯里本身就要警惕这件事情 因为相信因为这个东西 他就不敢的轻易去答应国盟的一些邀请 然后不管是国盟说给他做做物大神 他也无动于衷 还是他自己本身也觉得国盟跟他意识形态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他也在做这方面的考量 最后没有的是莱纳什这个部分 莱纳什这个投票 大部分人都觉得是有点失望 可是其实我要讲的是 这个调查是有点误导性 因为他预设了西蒙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有做错的 不管是讲他很失望他 还是觉得应该以大局为重 不要拿出来讲 都是觉得西蒙这件事情是做错的 如同郑利堪部长讲的 这个条件是从2020年那时候设立到现在是没有改变的 就是要求他把中间那个会导致有辐射性肺料的那个过程 搬去Australia那边做 他搬出去外面了过后 那其实整个过程整个设立 我们就不担心了嘛 辐射性的那个过程已经不在马来西亚 那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人知意境了 那西蒙已经做到他们本来要做的东西 就是让大马避免大马成为一个长久肺料的储存中心 一直储存着这些辐射肺料太多太多 结果让马来西亚很难进行下一步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部分是很好的 因为之前国盟政府在他们执政的时候 国盟政府的时候是有讲 他们在考虑放宽这个条件 当时候在考虑 幸好换了政府就把这个考虑拿掉 我们就是维持之前的判决 也就是要求他把这个废料的过程移开 移回去他的Australia 让马来西亚避免成为一个垃圾中心 所以我觉得整个部分是相对而言 是一个我们乐于见到的一个结果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点赞订阅 那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